李強被爆力役習近平 兩會一細節罕見 李澤巨推出政協常委 懷疑李嘉誠得罪北京 俄羅斯反抗組織參與襲擊俄羅斯 領導人呼籲推翻普京 俄羅斯國防部長突然視察前線俄軍 美國司法部長訪問烏克蘭 Slack消失了 Twitter將會變成怎樣?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婉儀 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3月5日 星期日 下面請聽新聞的詳細內容 3月4日 中共第14屆全國人大會議登場 確定最新領導班子 總理由李強接任 現任總理李克強 已經在中南海拍畢業照 正式退出中國領導階層 而路透社長篇報導 李強如何加操 令習近平主張的清零政策結束 在之前的幾個星期 中共高級官員和醫學專家 一直在跳跳制定計劃 以廢除習近平的清零戰略 這次會期七天半將在11日閉幕 資深媒體人朴冬偉對本台說 今年的兩會沒什麼特別的看點 二十大包括之前的二中全會就已經定下來了 3月份的人大也只不過是走一個過場而議 當然有一些副國級的人士安排 包括各個部位的部長的具體的人士安排 這是要到人大開完之後才會更清楚 消息人士透露說 今年會議期間只有一場部長記者會 就是中共外長秦剛七號上午的國際記者會 北京表示 今年人大會只有三場記者會 即秦剛、人大各委員會工作報告 和李強記者會 資深媒體人旁中認為 那些人最關注的人士方面 李強接任總理 秦剛擔任外長 並且將會晉升國務院委員副國級 李強正式退出中共領導層去北大任教 而李強近日已率領13屆國務院全體班子成員 在中南海北院和國務院工作人員拍畢業照 影片在網絡引發廣泛傳播 李強將在兩會上卸任總理職位 退出中共領導層 回去北大任教 朴東偉認為 過去中共的正國級、副國級官員退休之後 沒到學術界去工作了 李強如果退休之後到北大任教 倒是第一次 他會不會利用北大的平台繼續發聲 繼續與習近平發出不同的聲音呢? 習近平會對他如何呢? 我覺得這倒是一個未來的看點 值得注意的是 今年兩會中國官方直到現在未公佈所有的疫情 記者都是當日才被告知 會可以參加明天的大會 一些外籍記者反映 採訪今年兩會充滿不確定性 就好像開盲盒 對此彭忠說 所有這些都反映出這次兩會安排的低調和謹慎 同時也看出中共的不自信 時事評論人秦鵬發推文說 人大本來就是黨的一個橡皮圖章 現在常委會向黨中央和習近平述職 只是不裝了 講不上法治已死 中共統治中國73年就從來沒有法治 只有不多的裝模作樣的法律做裝王 據老透社說 5名知情人士說 李強持有給習近平更為緊迫解除清零政策的觀點 李強突然決定比預期更早啟動重新開放計劃 以努力壓制令清零和抗議活動造成的經濟損失 結果是去年在12月重新開放時混亂不堪 這個月中共官員聚集在北京 考慮如何解除這種嚴格的清零做法 據兩名知情人士說 中共新冠疫情特別工作小組副組長王滬寧 一再詢問與會者 在最壞的情況下 放棄清零控制措施會導致多少人死亡 並敦促他們制定各種以不同速度重新開放的路線圖 當官員他們致力於重新開放計劃時 該病毒已經超出了政府控制他的能力 消息人士說 重新開放的計劃最初會保持大規模測試 但李強成功地推動了更廣泛的放鬆 避免了大規模測試 阿波羅網評論員王篤然認為 就算李強是習近平的親信推動放棄清零 所能做到的也就是到12月7日 中共突然放棄清零政策 然後就變成了應揚盡揚 應死盡死 快速過風的反人類政策 這個前後兩個政策都沒有將人命放在眼裡 據《財新網》圓明園近日報道 北京圓明園裡的黑天鵝 在25天之內死了8隻 但未披露原因 這個讓人不得想起2021年6月 在北京天鵝門廣場飛來一隻黑天鵝的事件 中央社認為 這個隱喻極為罕見 在通常預期之外的事件 發生之前沒有前例可循 而一旦發生就會產生極端的影響 日前香港首富李嘉誠的長子 長江和記事業集團主席李澤巨 未能連任新一屆中共全國政協常委 引起輿論關注 3月3日 中共官方公佈了第14屆 全國政協會議主席團常務主席名單 外界注意到李澤巨不在名單之中 這意味著他未能連任新一屆全國政協常委 早在2003年開始 李澤巨已經連續四屆出任政協常委 據香港中文媒體報道 據過往的做法 退任常委者通常是任期屆滿 一並退任政協 有政協前常委說 從未見過政協常委降級 做普通政協常委的先例 這次李澤巨的情況非常罕見 李澤巨突然退出政協常委 令外界聯想到可能與他的父親李嘉誠有關 李嘉誠近年與中共現政權的關係逐漸冷卻 過去幾十年來 李嘉誠曾經是中共的紅人被中共利用 他不僅頭具知在中國大陸 還幫中共承攬國際項目 但自從習近平上台之後 李嘉誠開始從中國大陸迅速設置 甚至連香港的一些項目也轉移他國 對於李嘉誠從中港兩地大肆撤資的行為 媒體形容李嘉誠走路 意味著他對中共越來越不抱希望 同時也是對中共一國兩制的不信任 而在2019年的香港反送中運動中 李嘉誠並未明確表態支持中共 令他與現任中共當局的關係越走越遠 俄羅斯與烏克蘭交界的邊境地區布洋斯赫 日前遭到俄裔武裝分子攻擊 俄羅斯志願軍宣稱是他們所為 《金融時報》4日報導說 該組織極右派領導李基丁說 這次行動的目的是要暴露俄國脆弱的防衛 並激勵其他同胞起義對抗總統普京 尼基丁3日對《金融時報》說 主要是要提醒俄羅斯人 你們不需要在枷鎖下生活 忍受並參與一場他人的戰爭 執行他人的意志 你們可以並且揭竿起義 我們會支持任何想要將克里姆林宮 那些散衛者趕下台的人 俄羅斯志願軍2日進入俄國布洋斯克州 兩座村莊進行的攻擊事件 持續只是幾個小時 震驚克里姆林宮 普京為此取消原定的行程 召集聯邦安全會議開會商討對策 俄羅斯指責烏克蘭破壞團體越境攻擊 遭到烏克蘭總統顧問波多里亞夫駁斥 說莫斯科栽贓 報導指出 烏克蘭一再展現 他們有能力利用無人機痛破壞行動 深入打擊敵後 而俄羅斯志願軍的這場攻擊 顯然證實俄國游擊隊 準備繼續尋求基附這項目標 也暴露出俄國在森林密布的 布洋斯克州的防衛非常差 俄羅斯防衛智庫莫斯科戰略與科技分析中心主任 普霍夫說 這是一場在典型的地方進行的典型武裝抗敵攻擊 德國人和蘇聯都很難在布洋斯克森林裡 捉到地下武裝反抗分子 封鎖那裡的邊境非常困難 尼基丁說 烏克蘭政府批准這項行動 否則不會發生 那裡有埋了地裏的橋樑、監視器、熱追蹤無人機 還有隱藏的遼望哨 尼基丁說 如果我沒有先與俄國軍方的人協調 我想我們就會被摧毀了 3月4日俄羅斯國防部長 蕭伊古罕見視察了部署在烏克蘭的俄軍 而3日美國司法部長突然措訪烏克蘭 並表示對俄羅斯戰爭罪犯的行為要向他們追究責任 3月4日俄羅斯國防部宣布 蕭伊古在烏克蘭東部 還說這無異於叛國 另據《法新社》報道 3日美國司法部長賈蘭德 在他的團結為正義會議上表示 美國與烏克蘭調查戰爭罪行的人站在一起 他們在醫院、公寓大樓、同學校等爆炸現場 搜集證據並建立檔案 替那些不能再講話的人說出他們的故事 俄羅斯反落的暴行是二戰以來所有衝突中規模最大的 美國已經與烏克蘭、納蘭縣、波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 斯洛佛克和羅馬尼亞簽署一份協議 將強化我們追究俄羅斯戰爭罪犯責任的努力 賈蘭德說 瓦格納集團首腦普利格津是戰爭罪犯 美國政府3日宣布對烏克蘭提供4億美元新的軍事援助 供應烏克蘭不同類型的彈藥 這次軍事援助包括用於高機動性多管火箭系統 和榴彈炮的彈藥 烏克蘭正使用這些武器防衛自己 英國國防部4日發布《情報》公佈指出 兩軍正在烏克蘭東部巴赫姆特周邊地區激烈戰鬥 烏克蘭正派遣精銳部隊增援巴赫姆特地區 同時俄軍和瓦格納集團部隊已經推進到巴赫姆特的北部郊區 當地兩座重要橋樑在過去36小時內被摧毀 近日推特的員工被告知 公司的內部協作聊天軟件 因為日常維護而暫停服務 這對於推特的員工來說 無異於晴天霹靂 Slack 不僅是發消息的工具 它還是運作紀錄的存儲器 在自馬斯克接手並帶裁員以後 成績的員工不僅不愈來愈依賴這些保存在 Slack 文件內的各種紀錄 一位員工在應用軟件裡面寫道 在所有人走了以後 我遇到問題的時候已經沒有人可以求助 我以前經常在Slack上搜索 造成出錯原因的消息 並在99%的情況下獲得幫助 就好像坊間傳聞 Twitter欠很多其他公司錢一樣 Twitter沒有支付Slack帳單 但據說真正的原因 是Twitter的某個人手動關閉了訪問權限 此舉或者表明 馬斯克可能已經準備拋棄該職場聊天應用程序 或者至少想看看 Twitter是否可以在沒有Slack 也不用支付相關花費的情況下維持良好運行 馬斯克最近有一個新的大創意 即開放在時間軸上對推文進行排名的算法 對於致力於該新創意的員工來說 失去Slack 可能會帶來特別大的壓力 據說 部分工程師已經接受了清理推薦算法的任務 為開源做準備 馬斯克在去年12月28日的推文裡面寫道 我們的後端服務器架構已經大幅更新 Twitter應該感覺比以前更快了 但公開的數據表明 自去年12月關閉薩赫拉門託數據中心以來 Twitter的性能就一直在緩慢下滑 初創公司SinglePan一直利用外部信號測量延遲問題 SinglePan的數據顯示 使用Twitter的人越多時其延遲有所增加 從刷新時間線到看到新推文之間的時間間隔都有所增加 當馬斯克在2月初將他的帳戶私密化時 Twitter經歷了嚴重的延遲問題 當時他想搞明白 為何最近點讚他的推文的人越來越少 這節新聞就為大家報導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擊小鈴鐺訂閱 我們這個欄目還有其他粵語內容 歡迎轉發 你的轉發就是對我們的最大支持 再見 再見